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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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歡迎回來一千爸爸的頻道 嚴選配件系列已經到第十四集 之前13集,我們已經介紹了63組的配件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 又或者下面的Description裡看看 今次會介紹JUVA的兩件產品 Dashcam的獨卡器 和iPhone 13手機圖 這個獨卡器不單適合Model 3、Model Y S和X都適用 它有幾樣東西會好過原裝的USB手指 另外,第二樣東西要介紹的 就是iPhone 13 MagSafe手機圖 嚴格來說,它就不是TESA的配件 不過它都可以用回之前JUVA的手機架上面 我覺得它有一個很好的設計 絕對值得介紹 看完之後,你會想 為何之前用的所有手機套 都沒有這樣的設計 Dashcam獨卡器 還有256GB的MicroSD卡 2021之後的Model 3和Model Y Dashcam storage都可以放在Glovebox裡面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 因為可以設定密碼才來開啟 如果這麼不幸運,被人爆了 有4年的保用 其中一個賣點是它仍然保留USB-A的位置 即是除了用來做Dashcam的Storage之外 也還有一個USB-A的位置給你插其他東西 打開個盒,沒有什麼多餘的包裝物料 這個就是獨特器了 灰色磨砂面的處理,感覺很好 這邊就只有USB-A和MicroSD位 背面就是個USB-A的插 細細粒,沒有其他東西的 接著打開Drova的256GBMicroSD卡 今次這個包裝就和其他牌子一樣 都是有個透明盒子裝著這張卡 打開個盒,MicroSD上面有字的面 就向著USB-A的位置,插進去就可以了 打開Glovebox,插這個獨卡器上去 它比起原裝送的USB手指長短就差不多 不過就沒有那麼攻擊性 之前伸手進去都要看著手掌,怕被它戒傷 如果你在螢幕上見不到Dashcam icon的話 就要按右下角,左邊選安全與防護 再按格式化USB裝置,等幾秒就可以 上面會見到Dashcam icon,穿了紅點 那就代表完成了 可以即時按icon,選儲存短片 再按多次,啟動檢視器 看得到就沒問題了 比起原裝送的Samsung Bar Plus 128GB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送的那隻已經很好用了 規格OK又帥氣 之前也有個video詳細分析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上面看 它這個沒那麼起角 伸手進去Glovebox都不怕戒傷 尤其最近天氣開始乾燥 它有個額外的10W USB-A的位置 即是仍然可以在Glovebox裡面 插其他USB的裝置 例如Raspberry Pi 或者放過後備的PowerBand都沒問題 推介三隻手指弓 安裝難易度,一個隨便吧 iPhone 13保護套 嚴格來說,這個不是TESA的配件 不過它有個很好的功能 我未在市面見過 所以也想在這裡和大家介紹 一會兒就會看到 ZOVA之前也有出iPhone 11、12的手機套 不過這個新功能 只是在他們iPhone 13系列的手機套才有 今次收到的是黑色和白色 示範就用了iPhone 13 Pro Max 簡單開箱,一罐白色的ZOVA包裝 同樣都是四連補用 打開個盒就會見到這套 整個的build quality都不錯 好,清楚見到MagSafe的標誌 鏡頭位有個標誌性銀色的方框 質感都是磨砂面 比較硬的膠 試下放一個電話上去 大小就很適合 見到角位裡面都有些特別的保護 制位、lightning位和喇叭位都開得很好 這個手機套的主要賣點 其實就是這個銀色的鏡頭框 它可以揭出來 我自己就很欣賞這個設計 其實iPhone特出的鏡頭 是他們的技術限制 很多手機套都要設計到 底部要高過鏡頭組去保護它 市面甚至有些鏡頭保護蓋賣 ZOVA這個手機套 就將這個限制變成一個功能 非常優秀的設計 打開個框就可以撐住手機 打橫放就適合看片用 打直放就適合看新聞 或者社交媒體 它都可以調轉打直放的 不過就不是很穩陣 不建議這樣做 其實只是這個框已經吸引我去買這個手機套 另外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用得上 TESLA的原裝無線充電板 不過就要上下調轉放 其實TESLA的這塊原裝充電板 設計應該是有問題的 因為我試過大部分的手機套 都是充不到電的 不過這個ZOVA的手機套 雖然要調轉放 不過都還可以充到 接著就試試用ZOVA的MAXIF手機架 和這個手機套做個路測 由沙田新界香熱谷大樓 開車到科學園停車場 看看它黏得緊不緊 會不會走走跌下來 全程大約14分鐘 完全沒問題 現在看到的是黑色 我自己就很喜歡看片和播劇 又會上社交媒體 回答朋友的問題 已經用了幾個星期 愛不釋手 好推介這個手機套 因為不用額外 還有貼到Ring在手機套後面 簡單得來有實用 推介三隻手指公 安裝難易度 一個隨便吧 有興趣買的話 已經在Description 放了個購買連結 又或者Scan這個QR Code都可以 記得買單之前 入一千爸爸會有五元的折扣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Video 如果想繼續支持一千爸爸的頻道 記得Like、Subscribe 以及按旁邊的小鐘 這樣一有新的Video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夠了 下次再見 拜拜